Hello大家好,我是春春 今天来给大家录一个淘宝开箱 哎呀,我好紧张啊 那我现在来给大家开箱 这是我第一个淘宝海运过来的 对不是,淘宝转运过来的 其实我已经刚才打开了 但是我现在假装开一下给大家 登登 看一下东西呢 好,首先有买的拖鞋 是我结婚要用的 看图片的时候感觉质感还挺好的 可是看持卧的时候觉得好像差一点 因为这个字没有印清楚 其实这写的是bridesmaid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 应该这样 我买了bridesmaid的三双 还有自己bride的是一双 本来就是想说结婚那天照相 就是穿起来照相美美的 看一看下面有什么 这还有我买的香 最近呢,我就准备在家里点点香 因为我觉得蜡烛的话 好像味道就是有烟太重的感觉 不知道香怎么样 这个是它的那个旅行包 就是你可以带出去旅行的 反正在淘宝上买的都是一些小东西 它有个四个管 就是你可以把香插进去 然后有一个香脱 就是你点香的时候用的那个座 我看一下这个香香不香 这个也是我在淘宝上自己搜的店 就不知道它效果好不好 这个好像就是那个香脱和香 看一下啊 这个叫南堂 好像是一首诗 我打开闻一下 哇,还蛮香的 就是那种 不过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这就是那种佛堂里的香味的感觉 我本来以为是会是那种就是果香的 但是我买了很多个可能会有果香的 给大家看一家 还有买了无数无数的手机壳 这个我就等一下 提提给大家看 哇,好激动啊 我等这一包东西等了好久 因为我是圣诞之前order的 就是很多东西都都续续续的到 然后我要等到所有东西集到一起去集印 然后我就等了很久 这有那个我结婚又穿的 玉袍 还有就是新娘和伴娘的 这个是我很期待的 因为是他们手工做的 你看包装还蛮好的 很精致的 其实它本来是我盒的 但是我转运的时候 那个人就把盒 转运的那个公司就把盒给拆了 那样太贵了 嗯,我不知道这个玉袍 这个size 就没有穿不穿得下 但是那个我买的时候 跟那个店家沟通 他说这个size还是蛮大的 我们拆拆看一下这版 哇,感觉还不错哦 颜色没有什么色差 嗯,纸样也害羞 因为这个玉袍在国外买就特别的贵 但比我小的颜色要深一点 嗯,感觉还可以啊 它后面有绣的字 就是这个,这个bride 说是手工绣的 但我觉得可能是机器绣的 因为你看它这个 感觉这个纹路就不是手工 但是质感还可以 应该不是真实的 但可能是仿真实的 就比较硬 嗯,但感觉还行 然后在绣口还可以绣名字 这就是我Grace和哈达 然后日期结婚的日期 这还挺漂亮的 好,这 嗯 嗯 然后这个是那个袋子 就看一下这个伴娘 伴娘呢,我买的 其实我觉得伴娘的这个颜色好看 因为我买的时候呢 就想说新娘要花一点的 可能照相比较好看 就是跟伴娘有区别 白的我就觉得太多了 所以我就买了那个颜色的 但其实我觉得伴娘这个颜色还挺正的 我看是那种香槟粉 嗯,颜色挺漂亮的 哎,它绣着这个金的这种专心 但我觉得这可能不能洗完就掉 我也就穿一天当天照相嘛 就是露背照相按得漂亮 嗯,这也是一样的 嗯,还有一件是我帮我朋友奥德的 这个是我他们的一个 嗯 还有就是,哇塞 我只要买了好多的手机壳 手机壳我都找一下一起出 那这也是手机壳 天啊 这是我给我男朋友奥德的 他非要这种marble的 就在奥德里 好多手机壳 还是手机壳 手机壳 哦,这个还送了一个发带 还蛮好的 但我觉得这个颜色有点深 不是我想的那种 这点太粉了 我想的是用比较浅一点的 嗯 还有就是小首饰 我觉得在淘宝上 就买这些便宜的东西蛮好的 买了一个这种小首料 是这种 来送一下 是这种 嗯 就一个小 叫什么,玉子 但是应该不是真的鱼啊 就是那种 带着玩儿类的这种小首网 就像有一个那个 就是叫什么 小莲花 嗯,蛮好玩的 我觉得在国外嘛 带这种呢 可能就比较吸引人 可能最后你带着一个好文味 就是那种 然后还给我妈买了一对儿 环 还有自己也买了一对儿丁 就是红色的 就是吧,挺中间 不知道戴上效果怎么样 给你看一下 嗯 嗯 看一下啊 哦 这个也是香 这家香包的就是很精致的 我在网上看就是评价很好的 所以我都买了好多 因为我想做运一次嘛 这个好像是日本 哇 嗯,这个很好闻 不像刚刚那个 刚刚那个就是佛堂的香气 哇,这个超好闻 还有这个 它这是一系列的 我没想到是这么短的 好短啊 这可能点两分钟都没了 它这个是一个trial 就是一个试用包 然后有不同的味道 可能就给你试一下吧 哇 每一个都很好闻 但是它这个有点没风出口 它味道串 每一个味道都挺好闻的 就是说你买完了 你可以到时候 那个试用包用完 你可以到时候买一个正常size的 然后他们家现在主推的是这一款 就是说非常有名的 一个日本的那种 嗯 这个感觉味道应该还挺好的 看这种开 哇 这个味道很清淡 就是颜色是这种绿色的 我说不好这个味道 就是也蛮好闻的 就是很清淡的那种味道 但是我不知道点出来 会是什么色彩 非常清香 还不错 就是它那香脱 我觉得很好看 就是我的衣服 然后买了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穿 就是那种 比较复古的纱裙 我不知道质量里面 我突然没在淘宝上买过衣服 所以挺有色的 你看看 看图还可以 我就想说能穿就穿 穿不进了 可以拉到睡衣 就是颜色还挺好看 但是我们就想到后边是这种 感觉有点密的事情 就是这样子 它颜色很漂亮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的头纱 因为我在这边买了 红纱 感觉有点贵 然后我想说头纱卖太贵了 怎么会太贵 哇 它还写了一个纸条 哇塞 这还挺贴心的 你看包的非常好 好像是200多人民币 你看它写了一个纸条 还蛮可爱的 你看这个包装是不是看着很高大上 我觉得非常直 就冲着这个包装 但我还可以看到纱很大 我觉得在国外的话 结婚实在是太费钱了 婚纱特别贵 头纱也特别贵 我觉得婚纱还行 至少你可以买的款式设计什么 但头纱 因为我的婚纱很多蕾丝 所以我的头纱就很少 我不要用蕾丝 所以我竟然买个非常简单的那种普通头纱 然后我去问问各种店 最便宜的可能也要400欧币吧 我觉得纱纱太贵了 然后我就 再把它看 哇 你看这个包装 来 能不能拍到 我觉得这个包装很有质感 我现在去看别人晒的 不用比这个包的图 我就觉得还蛮好的 感觉很高 我不要擦坏了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纸很好看 哇 好白啊 登登 但我不知道这个多长啊 我买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 其实我不太短了 但感觉它挺长的 哇 破坏 我觉得可以了 蛮长的 今天就是这样 给大家看过来手机壳 这款手机壳 看起来怎么那么楼 在网上看的时候 感觉特别好看 有些iPhone 12 感觉你看特别很好看 有这种 但是拿回来 可能是因为没包装 那里面 我买了超级多手机壳 12345678 这里 哇 这个包的很漂亮 这家手机壳非常好看 我觉得 我们到处外放它 连接放底下能够看 这个真的很好看 而且包的非常好看 这个是我给别人带的 我就不拆了 就是这种塑料薄壳 我觉得应该保护不了手机 但是还挺好看的 感觉挺温密的 Start your day with coffee 这蛮可爱的 看看这边 哦 这个是那个日本的那个壳 挺好看的 这是我男朋友买的那个大鱼匙纹 哇 好爽 这里这边还不错干净 还蛮软的 哇 看 这种牛沙 是不是很好看 这个是你的 这个是 我来跟我妈手上 她让我帮妈买盒 然后又给她买了这个 这种粉色少女心的 因为非常喜欢那种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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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可以买的 哇 这好漂亮 好 基本上就是这么多东西 应该没有什么别的 上面都是一些送的东西 好啦 今天开箱就做到这吧 拜拜 拜拜